又到了美食DIY的时间咯 今天天一娜老师要教大家 制作香喷喷的香菇鸡肉油饭 特别改良传统油饭的做法 达到少油却能够拥有浓浓的麻油香气 透过镜头带你一块来学习 一听到古早味的油饭 大家都会觉得它很难做 其实它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把鸡肉啊 把材料都准备好 可是呢之前的做法 可能他们会把换蒸熟 蒸熟了以后呢再拌那些材料 那油的话呢就会放得比较多 那我今天把它改良了 那改良以后呢 甚至连米呢 有人吃油饭啊 他会觉得比较会堵掉 比较会消化 所以我今天是用油饭米 我今天是用了两杯半的白米 一杯半的糯米 那下去调 调成油饭米 那你在吃的时候口感是不会差的 制作美味的香菇鸡肉油饭 准备的材料有 长白米两杯半 糯米一杯半 干香菇十朵 鸡肉半汁 姜片二十片 调味料的部分 香油三十毫升 酱油二十毫升 水三杯 米酒一杯 海盐两茶匙 你先把香菇洗干净 再把它泡 那泡呢 留下的香菇水 就可以直接来做这一道菜 那因为呢 我在烹调呢 我没有放味素 也没有放糖 那我是利用香菇的香气 还有鸡肉它本身的甜度 所以这一道呢 如果你有机会呢 你可以试试看 真的会让你料想不到的那种口感跟香度 把材料准备好了呢 我就先把锅子一热 那我就会倒那个芝麻香油 把香菇跟姜片炒香 炒香了以后呢 我就再把出入烩机丢进来炒 拌炒的过程呢 我会加一杯的米酒 那你的鸡肉会更Q 更有口感 那接下来呢 就把泡好的糯米加进来 连香菇水一起进来 把它拌匀了以后呢 就直接把它盖着这样子 直接按键按一按就可以煮了 Pina老师表示 洗好的米最好先浸泡20分钟 其他的材料可以先炒过逼出香气 再全部倒进电锅里面 像煮饭一样的时间和方式 就能完成这道香喷喷的香菇鸡肉油饭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 就会把蝶肉和你的颗 automotive